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这一期视频呢,给大家继续介绍不多次抓捕的表单功能 今天的内容呢,在公司的项目中都比较具有实用性 请大家一定注意收看 好,下面咱们说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首先是form inline属性 form inline属性呢,是让一个表单的所有的项目都在一行中显示 然后是form horizontal属性 这个属性呢,让咱们的表单分为左右两列显示 分别是标签和输入内容 下面呢,是isronly属性,叫做屏幕阅读器 这个听起来呢,有些抽象 一会儿在例子中呢,咱们会有它的实例 纵向两列表单的宽度设置 这个设置呢,是两列表单的左右列的比例宽度的设置项 这个在例子中也会看到 表单支持的空间 这个呢,是BudelStrupp支持的表单空间类型 当然呢,也是html5的标准空间 这个呢,是BudelStrupp的官方文档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照 然后咱们今天的原代码呢,都会放到考验证过上 好,下面咱们进入具体的开发 好,其实呢,我已经提前定义好了 今天咱们所运造的项目模板 咱们先运行一下这个模板,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好,请稍等 运行起来了,咱们看到呢 这个表单的项目呢,和上一期是一样的 都是标签和数换的一对一的搭配 好,下面呢,咱们让这个表单在一行中显示 所以呢,咱们在这个地方写上forminline属性 然后咱们再运行看看是个什么效果 好,运行一下 出来了,咱们大家注意看 这个表单内容呢,已经都跑到一行上去了 然后呢,咱们想把运户名和口令这两个标签 让它隐藏起来 那么咱们该怎么做呢 咱们在这个地方试一下刚才咱们说到的 sronly属性 下面也是sronly 好,咱们再运行看一下效果 OK,咱们大家看到了 两个标签已经消失了 这个呢,就是在一行上显示的模板 非常的漂亮,美观 这个呢,一般放到这个页面的顶部 做用户登陆的时候呢 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效果 OK,接下来我给大家再演示另外一个表单 咱们看看这个表单有些什么功能 咱们把它拷贝过来 好,放到这里 然后咱们再运行看一下这个的效果 OK,出来了 OK,咱们看一下 上面的表单是在一行中显示 而下面的表单呢,是分为左右两列显示 那么咱们现在就说明一下 左右两列显示的实现方法 咱们大家注意看 下面的表单呢 用到了form horizontal属性 而上面表单呢,是inline属性 其实呢,区别就在这里 而每一个空间组的设置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有一个标准的form group 然后呢,套一个标签和一个输入框 请大家看一下这里 这里呢,是和前几个表单所不同的地方 我在这写了一个COL SM2 什么意思呢 是指这个标签占整个屏幕宽度的十二分之二 而下面这个地方呢 是占整个屏幕宽度的十二分之十 前几天呢 我给大家讲过Budelstrap的网格系统 其实呢,网格系统不仅可以用于普通的页员排版 也可以用于表单的排版 其他的表单项目呢 其实也都是一样的 按照最大列宽十二列的标准进行设置就可以了 咱们往下拉一下滚动条 看看还有什么其他不一样的地方 哦,这个地方 咱们用到了偏移量offset的概念 偏移量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咱们每个网页被平均分成了十二列 而设定偏移量的元素呢 是指从这十二列中第几列开始画 比如咱们最下面的这个按钮元素 它是从第二列开始画 然后呢,它的宽度是十列 就是说从第二列往后画十列列宽 其实呢,这个十二列呢 咱们是从零列开始计算 也就是说 这个按钮元素 它前面是要空两列出来 OK,大家看到 空两列出来 然后呢,从第三列开始画 和上面的输入框呢 都是保持了一致的对齐 OK,效果很不错 好,以上呢 就是咱们这期视频所介绍的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原代码呢 已经放到了开门中央上 请大家参照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谢谢大家